大家好,我是石雨 在《十地勘语》中看到了这个山形地貌 这里是来龙方 龙脉到这里起风 起一个金风 为贪囊木星 金汤 金汤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金风 在金风这里 分脉一致脉 横脓行脓 一致脉直脓行脓 直脓行脓 在这里过辖之后 起这个长条形的山体 长条形的山体前面是一个金风 仔细地观察 这个金风是石头 石柱 石风 灵真风 灵真心体 后面的长条形的山体 叫什么心风呢 它叫平滩 汉龙金云 滩郎质有十二样 金云平直 小为上 贫若 卧禅 在高岭 就是贫滩 这就是贫滩 犹如春禅 我在高岭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 根据这里的山形地貌 来分析它的集续位置 这个金风 贪囊 金汤 前面有一个小云风 小云风的前面 肯定有一个穴位 为什么呢 这是横龙 分出的脉是横龙 横龙 金汤的后面有一个小金风 这个小金风 就是这个树体贪囊的鬼心 所以树体贪囊前面是要集续的 这是横龙集续 而直农集续过辖起岛地木星之后 并兴为林真风 林真风的前面 一定也会集续一个穴位 我们到这里去 仔细的考证 看这方地 它的集续情况到底怎么样 来到了岛地木星 平滩的山体上 这是金汤 这是主山 分脉的主山 从这里分脉 这样形容 到这里起这个金风 在金汤这里又分脉 一致脉 这样折转形容 为横龙 横龙这里起一个风 这下面又起一个风 在这座椅下面 还起一个风 这个云风 是左边的青龙沙 回转起风 这个云风应该是 这一支横龙集续的岸山 金汤的后面 有一个小金风 加上这个山体 为这个贪囊风的鬼心 金风 直龙 在这里过辖 其我占领的这个 岛地木星 这就是这地的山形地貌 我们到横龙上去观察 看它的结局 到底怎么样 来到了金汤下 这就是金汤 这里因为修公路 必挖了一下 但是感觉这个位置 还算可以 这是右边的山形地貌 这个山峰 就是岛地木星 在这个位置观察 它就是一个云风 因为岛地木星 它是往前面营生的 所以这个位置观察是云风 这是右群方 这是正群方 这个山峰就是这方地的朝岸 这是左群方 这是左边 左后方 按照金风下的这个位置 应该说还是不错 我们到这个位置去拍视频 现在是站在金汤下拍视频 就是公路的后坎位置 这是朝岸山的方向 这样观察的话 就有四重朝岸 这是一重朝岸 这是第二重朝岸 这是第三重朝岸 最远的金风这里是第四重朝岸 就有四重朝岸山 我们慢慢地扰拍 仔细地观察 став与资格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们来看看这方地它的水的情况 左边的山沟它都有水 水往勤命的山下汇聚 勤命的山下是一条河沟 左勤方的山沟山上和正勤方的山沟都有水 右手边的山沟山上的山沟和右边的山沟都有水 众多山水都往山下的河沟汇聚 山下是一条河沟 所以这方地总体来说是左水到右 因为有这个倒地木星在这个位置关南水口 所以这方地的水口位置是在这里 这方地是迅山勤项 去水口是在仁治 山上的沟水能够看到明水 但是山下河沟的水就是暗拱水 种山的水汇聚到山沟之后 往这山下右后方流去 这就是这地的水的情况 通过观察 金汤下的这个位置 穴位是成立的 这只横龙往下营生 是不是还要集穴呢 肯定的 下面至少还有一个穴位 甚至可能有两个穴位 也就是听人第三穴 但是至少还有一个穴位 下面的这个穴位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告诉大家一个寻穴的方法 大家注意看 右手边的这个倒地木星 在这里观察是一个云峰 所以顺着横龙的这只脉往下找 右手的这个云峰 能够观察到位置的时候 就有可能是穴位 还有前面的这个山峰 就是暗山 外面是潮山 下面的穴位就有三重潮岸 要去这样寻找穴位 寻找这个顶 至于说倒地木星 就是这个山峰 往清迎生 就是倒地木星 倒地木星 寻命变成的十峰宁针 宁针的寻命是寻崖峭别 所以倒地木星 并宁针吉雪 可能会吉着一个寻崖峭别上的奇雪 怪雪 我们就不去考证了 这外面就是倒地木星 并宁针吉雪的草岸山情况 这个位置就不去考证 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顶过红星 顶级关注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再见 再见